洪崇燕出席记者会 三度鞠躬致歉 洪崇燕日前路过中正一分局行动中 施言对分局长方杨宁怒呛 你会害自己被暗杀 引发轩然大波 甚至被警方列为当天行动守谋 今天首度公开露面 并为当天施言鞠躬道歉 洪崇燕今天出席 立法院前广场留给了人民记者会 针对自己的失言举功道歉 有诚意向方杨宁当面致歉 洪崇燕更表示 自己并非当天行动守谋 如果有守谋 非得要找一个守谋的话 那就是方杨宁局长 那就是中正一分局 就是这个马政府 以及他底下的行政机关 但若触及集会游行法的相关法令 愿意承担后果 我愿意承担集会游行的责任 和相关可能的法律责任 汪致重新闻报道